你是否觉得老鹰把你刁不飞? 真巧,他也是这么想的,然后就这么把自己送走掉。 巧上加巧,总有憨憨不信邪,当着老愣面满山跑。 老愣一个俯冲抓住脑袋,教他做羊。 从此,这片山上又少了一只不信邪的羊羊。 你也别怪他无情,毕竟家中还有宝宝要喂养。 只怪小家伙胃口属实不小,金雕夫妻俩轮流出门捕猎给他造。 只用了短短两个月,羽翼丰满,世上又多一只能把你雕起的小沙雕。 在科技的力量下,我们能看到满天刚凝结的雪花,你会不会渴望落在你的手上? 显然,它比你更渴望。 伸出手想接,这只手看着很嫩。 不出所料,那应该就是这个温泉的效果了。 这是日本猕猴,一眼就能看出这等级制度的森严。 躺着的这货地位估计不简单,刚看到别猴也想泡一泡,就被这样赶走掉。 这才是没有人情味。 赶走的猴子们只能去往森林,可能生命在路上就被大雪和低温埋没掉。 只有少数猴猴能遇到伙伴,可以这样相互依威,抱团取暖,共谋生存。